哈喽大家 欢迎回到我阿红的频道了 没有错 现在我人就是身在 槟城大Collex的大门这边 最主要今天带大家来到这里呢 是要跟大家重温 我们大学生时期的情怀 但是不要误会啊 这个不是我的大学 这个是我们摄影小哥哥的大学 自从他毕业了过呢 也一段很长的时间 没有上到来这里了 所以他就想说 很想拍一集 他以前在这里所吃到的美食 他很怀念的熟悉的味道 所以要知道槟城大Collex附近呢 有什么值得又好吃的美食呢 就跟着我们这一集的镜头 走吧 小嘛小饿啦 哇短短几年的时光啊 那个变化是很大的 摄影小哥哥讲啊 以前这里啊 有三块半的鸡饭 还有一块钱的豆水 现在都不知道搬去哪里了 所以知道的朋友啊 留言一下留言一下 哇现在的大学生活 跟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 wine shop 还有cafe很多 我们那个时候啊 有咖啡店吃啊 听到给你一个 McDonald跟Tucky就开心了半死了 啊 时代不同啊 我们真的老了啊 这是我表弟讲他很想念的其中一档啊 有卖咖喱跟辣沙的 呃一眼看去就好像差不多一个container这样大的一个地方不了了 好不好吃 我们去试试看 原来这里啊 他已经把它分成两层楼了的 上面还有一楼 如果你懒惰下去 order的话 你可以学我这样 好像包周婆这样喊的 来头给收 餐饭 这 火锅饭 咖啡 哎呀好像有一点 火锅饭 咖啡 火锅饭 哎呀不会叫了 火锅饭 餐饭 火锅饭 咖啡 哇 哇 这种辣椒 哇看起来很辣这样哦 有很多辣椒 有很多辣椒看到吗 它是一块鱼的 辣吗 没有辣 没有辣 是 看着辣 但是他讲没有辣哦 你这样能吃辣 那種種沒有辣 它不辣 它不辣 辣嗎 這個外表嚇人不辣的 不辣的 ok 椰漿飯蠻香的 還有那個魚 鯰鯨 殺定魚 ok 啦 好酸 這樣ok 啦 修買 因為有一些人修買你會吃到啊 它的那個粉粉粉的感覺多過它的肉啊 這個至少你吃到真的是真材實料的肉 ok 啦 很少看到啊 咖哩麵有這樣大隻的 這樣大隻的蝦的人 算不錯啦 6塊錢 有這隻蝦就 值回一點票價 嗯 它這個東西都不辣 不辣 可能大學生不能吃辣 怎麼不辣 嗯 明白了 這個就是成古早味的咖哩麵 的味道 就是百咖哩麵 好吃 好吃啊 哇還有西漢哦 哎唷 沒有西漢啊 行的嗎 你要看多了我的視頻會學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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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吃完應該是小瓜好喝耶 它的咖哩麵是有很香的咖哩的香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它少了一點點椰奶的香氣 反而它顯得不太明顯 但是整體味道是很好的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 阿森拉莎 我看阿森拉莎那個俠 不是俠 那個魚啊 好像蠻大塊這樣 那我吃咖哩麵麵麵了 你講伯伯你可以不要傷害我嗎 嚯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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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沙其實也不錯的 酸甜辣都有 辣是微辣那一種 它的鱼的粥块 其实它的鱼粥呢 它是一块一块比较大块的 你可以感觉到在那个汤里面 它反正那些碎碎的鱼粥 把那个汤的整个的浓度提高的那种 它就没有 因为我吃有一些 它们除了让你看到一块一块 这大块的鱼粥 它的汤里面 咬到会有很多细细细细的鱼粥 好像感觉很浓郁这样 这一点它就没有 可能我比较贪心 我要老板加多一点料 它的汤完全是比较清淡 比较清的 看清的爸爸 味道是够的 讲真的味道是够 只是加多一点点鱼的碎碎的肉 我觉得更加的完美 然后拉萨条它是那种 好像锅条这样比较有一点点的口感 比较有一点点的弹性在那边 不是那种我们买回来变变了 然后买回来变变正的 可能你整体咬下去它的头感就没有这样弹性 整体来讲如果下午茶的时间或者是中午的时间 吃上一碗这样的酸酸甜甜辣辣这样子 或者是一碗浓郁的古早味的白咖喱面 很满意 他讲很满意 小孩子特别容易满足 最参与供博乐团 要不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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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这样的啊 自己给钱自己找钱的啊 要不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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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给26 拿回36 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不通通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刚才吃完了咖喱面跟辣沙 现在接下来带你们去吃下一趟 走 哇 大家吃两个 要不辣啊 看什么 想想 看这个 要不辣啊 不辣啊 那遍 我也来 不能颿 那 没给 这段影片没看 没看 没看 好 是的 对 对 哦 对 对 用熟的水 沖着來的水 煮沖 沖着 切成 。 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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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笑 味道 我可以洗净 雞肉 來 鸡肉 切牛肉 切牛肉 切肉 切肉 它是炒果桃来讲的 我们先讲好的地方 你看它在炒那个蛋的时候 它没有很大的动作去翻它的 它就是尽可能的 让那些蛋在刚刚好要熟的状态 去拔着那个果条 这一点呢它是做得很好 但是 酱油方面呢 我就嫌它味道太过于单调 它是只有比较重的咸味 因为咸跟甜啊 你要互相配合才会把那个鲜味 才会把那个口感带出来 这一点呢它就比较死咸一点 所以如果它的果条的酱油方面 它可以调得稍微有一点点的甜味进去 香精就很好 整体来讲炒的那个味道啊 那个光火那个 有一点过气那个是OK的 你觉得嘞 不知道啊 猪油香不够特殊 这是压蛋哦 压蛋的那种鸡蛋的 两种味道 厉害 小石神啊 又压蛋又鸡蛋 它都可以把两种参在一起的蛋分出来 还好亮啊味道 噔噔 我们的未来小石神 我们的刨骨条小王子 是啦 坏人 吃饱了溜溜鸟 我们应该是从午餐吃到下午茶了 因为它很怀念这里的大学生活嘛 所以我就陪它从午餐吃到下午茶 等下再吃到晚餐都说不定了 OK现在我仍是在 呃 Tanjong Bunga Tesco旁边的一个小小的马来区里面 周围都是一些廉价煮屋 他说这里有一间吃Lotti的 很好吃 我们现在去去看一下 看它的照片拍了 是有一点点情怀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旧时光的 我们看那里面吃了嘛 小摄影师推荐讲Sori是它的 Lotti Gawin Gawin就是 Gaia跟那个Butter的 我们就来一个啦 好 然后他又讲它的 Pinat很香 就来一个Pinat啦 两个 半生手蛋 一个啦 OK啦 好啦就是这样子啦 它们就来看 我们可以不停地吃 它们就吃了 看看 吃了 就吃了 看起来 它就去吃了 它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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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它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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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吃了 生姜 我就是觉得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东西 几乎每个咖啡店甚至于我们在家都可以自己做的 到底有什么这么特别这么吸引的地方 会让人家特地跑上来吃 我是想不通的 试试看 来 开动 这个应该是要它的咖啞跟它的牛油一起吃才会有比较好的味道 我试试看 嫩饱真的是烤到 它外面真的是吹到像饼干一样但是里面是软的 因为它的面包本身它很薄啊 它烤的时间也很短 所以呢它达到这种你吃了很舒服的一种效果 你听到那声音啊 很脆 你讲到它的咖啞里 我觉得你一开始下去你感觉到甜的口感是对的 但是你越咬的时候呢那个gaya的香味它就出来了 你越嚼它越香 再加上那个面包有一点隆隆的那种 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 整体来讲每一每一个东西的搭配啊 每一个味道它都是恰到好处不会太过over 啊这一点我觉得它做得很好 它的这个花生酱呢摄影师是很推荐的我们试试看 花生酱不甜 咸多不甜 ok 哇 半生熟蛋 半生熟蛋呈现在很美 绝对是刚刚好半生熟的状态 哪怕它多一点点的熟那个蛋黄就硬了 然后那个蛋白就有点硬化了 多一点点的 生 你会感觉太深了所以那个程度是非常刚好的 嗯 嗯 咸甜咸甜的 加上蛋香味 哇 哇 一人一半我们感情不会散 其实要将这样普通的食材呢做到精致呢 因为这些食材 本身已经太过简单了 你要在里面精益求精化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很明显的 这一个档口啊它成功做到了 咸咖啡 咸咖啡好像有带有一点点 Milo的香味 又不像Milo好像chocolate的香味这样 但是你会喝到那个口感是creamy 加上咸咸 还有一种 牛油的香味 老板娘讲他们这些呢 都是butter做的哈 不是那种margarine啊 它的咖啡其实会比一般咖啡来的香 有没有 尤其是这一杯这一杯的浓度啊 真的是那种高高的 咖啡 咖啡 难怪这样多人会 特地 跑上来这里 就为了吃它的裸皮 真的不错 哇这么多年没有来 这里都改变了一些些了 今天呢总算 我们已经圆了摄影师小小的梦想了 大概我们体验了它当年在拉曼这里 很想念的一些味道 总体来说 今天它的推荐呢算是不错的 只是呢 由于这里是Danyong Boonga Danyong Tokong这一区呢 它的物价确实会比较有 一点点的高 啊所以 有经过的 可以跟着我们今天的行程这样 哦 把你吃到成 吃到饱 吃到肥肥胖胖 又可爱 好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改天 我再带你们体验一下我 大学 周围的美食啦 OK下期见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这里竟然是没有沙滩的 回家咯